各位听友,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的长篇修真玄幻小说《仙逆》 作者 尔根 演播 丸子 冯宝宝 后期制作 云曼 1583集 道飞县 三大战将在这剑出的波纹回荡间,被扫中身体,齐齐喷出鲜血 此刻骇人退后,身处于这片星空之中 但就在这时,一声愤怒的嘶吼,刺耳的传出间,轰鸣不断 八条木鱼全身弥漫大量的紫色鲜血,全部倒退,被狠狠地逼出千丈 只见弥漫七彩道人身体外的七彩光芒 此刻更是扭曲肩膀,立刻暗淡下来 露出了其内的七彩道人 他的胸口处被鲜血染红 李广健狠狠地刺入其胸口 但却被这七彩道人抓住了纤维 没有将其身体穿透崩溃 七彩面色苍白 但却露出滔天猙獰 他猛地向外一转,立刻就把那李广健从身体内狠狠地拽出 鲜血喷洒,配合他的凝容 看起来触目惊心 但就在他把这李广宫拽出的一场 四周被轰开倒退的八条木鱼却是齐齐发出了震动星空的嘶吼 在这嘶吼中,这八条木鱼身子颤抖 鲜血大量的弥漫中 他们始终闭合的双眼却是睁开了一丝 八条木鱼全部睁开了一丝双眼 露出一片黑芒 在这黑芒闪烁的瞬间 这八条木鱼如同发狂 再次冲向七彩 这一次的冲出 他们全身被双目散出的黑芒环绕 气势如虹,远超之前 王林不假思索 右手弓换左手拿住 以极快的速度 在双目微弱的金光一闪下 第二次拉开了弓弦 与此同时啊 那七彩手中的剑消散 出现在了王林的弓弦之上 他盯着七彩 眼中杀气弥漫 右手默然一松 呼啸震天 第二剑如长虹而去 星空中 五行星以马姓老者为首的书人 他们站在远处 没有参与这一场疯狂的杀戮 此刻 看到王林连续两次打开李广弓 感受到其内的浩荡之力 却是奇奇面色一变 那马姓老者瞳孔收缩 露出骇人 这是他第一次 看到王林施展李广弓 那种震撼的感觉极为强烈 李广弓居然在他手里 我明白了 他之前去五行星 除了衣池 天到外 更大的衣池 就是此宫 云一风神色平静 但其内心却是掀起大浪 右手狠狠地握住 以此来掩盖 其内心的惊恐 他忽然很是清醒 在五行星 没有逼得对方拿出此宫 对于此宫 他没有半点把握 可以抵抗 哪怕一宫之力 在第二剑出宫的一刹 王林双目内的先人血脉 凝聚的金光 顿时崩溃 隐隐要消散在王林双目中 但就在将要散去的一瞬 却是被王林强行再次凝聚 保留了一丝 这一丝是他最后的先人血脉之力 担心被人看到 王林的双目在第二宫出见的瞬间 闭上了双眼 王林明白 自己还有一宫之力 但却是最后的一宫了 此剑一出 星空轰鸣 如仇布一般层层卷起 欲要毁灭崩溃 那七彩道人嘶吼惊天 八条睁开一丝双目的沐鱼 本就让他心惊 但此刻又有王林的第二剑 这七彩更是心神震动 散发出了全部修为之力 一片七彩之光弥漫下 在七彩道人的身体外 赫然出现了七层 不同颜色的光幕 这光幕那样浮现 无数符文印记 在出现的刹那 八条木鱼呼啸而来 远远一看 这八条木鱼身子 在临近的过程中 急速缩小 仅仅是刹那间 居然在那黑光闪烁中 赫然化作了八支剑 这八支剑呢 与王林射出的那李广剑 一模一样 没有丝毫的区别 甚至连气息都相似无二 这一幕 不但是七彩道人一冷 长尊 三大战将 所有看到这一幕的修士 全都愣了一下 莫非 这就是传闻中的木鱼 开眼后 其拥有的天赋神童 远处看到这一幕的 五行星马姓老者 立刻睁大了双眼 目不转睛地看去 同样在此地 星空内的悬罗大天尊 神色平静 目光在那八条木鱼身上扫过 他是此地唯一一个知晓木鱼神通之人 木鱼此寿 一旦睁开双眼 则可以幻化出任何一物 且拥有此物部分威力 只不过此寿很难开幕 此地动腹界内 这几只很是少见 旋罗目光一闪 已然起了兴趣 九只李广剑 彼此交错在一起 已然分不清真假 此刻呼啸间 直奔七彩刀人 那七彩刀人神色急速变化 四周七彩光幕扭曲中 轰鸣昭起 七色光幕 刹那崩溃 一同崩溃的 还有八只李广剑 但他们却没有完全消散 而是在崩溃后回旋 重新化作了八条木鱼 与之前那在修真星崩溃后 卷出的第一条距离不远 九条木鱼全部奄奄一息 这崩溃引起了冲击 化作一片遮盖了视线 与神石的巨浪 向着四周横扫中 第九只李广剑 穿透了一切臂长 直奔七彩道人而去 一声凄厉的闷哼 从这冲击内传出 轰鸣不断 冲击四散中 略有稀薄 却见那七彩道人 喷出一口鲜血 其胸口露出一个 拳头大小的窟窿 鲜血不断的喷洒而出 却是在这李广剑下重创 怒吼惊天 七彩道人疯狂的向前 一晃而出 不顾伤势 迈开大步 直奔 亡灵而去 他一脸杀鸡 神色露出颠狂之意 老夫宁可不要第三魂 也要杀了你 七彩声音咆哮 刹那临近 其双手掐绝之下 身体外立刻出现了 九个四目的太阳 这九个太阳 是这七彩道人 最强攻击神童 此刻被他毫不犹豫的 施展出来 试杀亡灵 亡灵面色苍白 他此刻已然游进灯窟一半 虚弱到了极限 但他咬牙之下 左手拿着李广公 右手默然拉开 李广公在此剑 被他第三次拉开 亡灵知晓 这或许是他最后一次开弓 弓弦拉来 李广剑再次幻化出来 那剑尖上还沾染了鲜血 随着亡灵右手松开弓弦 此剑第三次呼啸而出 在这第三剑飞出的刹那 亡灵立刻闭上了双眼 隐藏其眼皮下的瞳孔内 完全崩溃消散的金光 七彩到人胸口鲜血弥漫 在第三剑临近的刹那 双手掐绝向前默然一挥 其神色充满了疯狂 他这一生 从未有如现在这样的伤势 尤其是伤他之人 居然是修为远远不如他的亡灵 更让他内心爹闷至极的 则是那伤了自己的李广公 正是他当年要那长尊送出之物 他原本打算是让亡灵 以此宫引出连道飞 原本是要让亡灵 与战老鬼结怨后 以此宫伤了战老鬼 毕竟这把宫啊 他与战老鬼二人 谁都无法施展使用 他们不完整 但他却没想到 如今重伤自己的 正是这把李广公 其内心那种要发狂的感觉 让他不顾一切 必杀亡灵 随着其双手印机变化 其身体外那九个太阳 爆发出万丈光芒 从其身体外直接飞出 直奔那第三剑而去 鸿鸣回旋 第三剑惊天动地 呼啸与那九阳碰到一起 轰轰之声中啊 九阳陆续崩溃 但那第三剑也同样有了瓦解的迹象 最终刺目的光芒笼罩了一切方位 轰然爆开 九阳爆开 一股毁天灭地的力量 从其内轰然散出 这股力量之强无法形容 青龙战将距离稍近一些 被这份力量冲击一碰 立刻全身轰然崩溃 直接死亡 死界星空啊 更是在和力量扫过中 齐齐碎开 一界灭亡 但一切还没有结束 这股毁灭的力量 是七彩刀人全部修为的爆发 在这股力量下 三百残戒根本就无法抵抗 随着此界的毁灭 三百残戒在那冲击下 陆续地崩溃碎开 玄武战将骇人中满脸惊恐 尖叫响 与朱雀战将二人疯狂地后退 想要逃离这里 还有那长尊 更是面色苍白中 化作长虹倒卷而去 远处 第三妃 蓝蒙盗尊 还有那五行星助人 面色变化下 齐齐后退 就要离开这充满了 毁灭力量的第一花 三百戒 处于这股毁灭之力 核心的七彩刀人 其胸口轰鸣 那三家马 与九阳碰触爆开 但其余波之力 却是冲入七彩刀人身体内 使得其伤势更重 鲜血 喷出众众伤 但他的双眼 却是依旧疯狂 在这毁灭之力下 你距离这么近 以你的修为 我看你如何抵抗 亡灵距离的最近 此刻 那毁灭之力轰轰而来 所过之处 星空崩溃 解解碎灭 这股力量 就算是亡灵 道骨传承的肉身 也无法抵抗 只要被碰到身体 他立刻就会形神俱灭 但亡灵既然敢设下埋伏 自然早有准备 他已经料到 此事最终必定会出现 这股毁灭冲击 已然做到了完全的准备 几乎就是在那毁灭之力 冲击呼啸而来 临近其身的刹那 亡灵双手掐绝下 右手抬起 直接虚空一抓 得罪了 亡灵暗叹 立刻惊光惊天而起 却见一个身穿邋遢长衫 呼呼大睡 打着呼噜的疯子 被亡灵双手抓着 直接出现在了他的身前 疯子拥有完整的仙人不灭体 星空崩其身 不伤 这疯子还在沉睡 始终没醒 此刻许是被亡灵抓着肩膀 有些不舒服 扭动了几下后 继续呼呼睡去 但就在这一刹那 蕴含了毁灭力量的冲击 轰轰来临 卷在了疯子身上 疯子全身金光突然剧烈的闪烁 在那毁灭的冲击下 竟然毫发无损 但那疯子呀 却是身子一顿 睁开稀松的双眼 露出迷茫的同时 更又下意识的愤怒 他神志还不清醒 还处于半睡半醒之中 愤怒地向着前方的七彩 咆哮起来 谁 是谁 是谁打扰本王睡觉 你们太欺负人了 本王要告诉我哥哥 你们太过分了 疯子向着七彩大声的咆哮 根本就没注意到自己的肩膀 正被王林提着 为王林抵挡了巨大部分毁灭之力的冲击 你们太过分了 居然在北王睡觉的时候 给我挠痒痒 你们你们 那疯子说着说着呀 居然又传出了呼噜声 脑袋意外 再次睡了下去 仿佛之前的话语 只是梦话一般 但他的出现 他的话语 却是给四周带来了一场巨变大乱 七彩道人本就重伤 此刻看到连道飞啊 神色漠然变化 前行的身子立刻一顿 脑子里刹那清醒过来 他猜不透王林还有己功之力 但若连道飞出手 再加上王林的李广公 他这一次啊 怕是真的会死在这里 且眼下他重伤 咬牙之中 其身漠然倒退 却是与王林一战中 第一次选择逃盾避开 各位听友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的 长篇玄幻修真小说 《仙妮》 作者 耳根 演播 丸子 冯宝宝 后期制作 云曼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 演播 李宗盛 《仙妮》 演播 李宗盛 演播 李宗盛